大家好,我是阿迪,我今次在《心经》里面是做演员的 大家好,我是Rebecca,我今次在《心经》即是班下》里面都是做演员的 Rebecca,不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吧 好啊 《心经》对于你来说,你最早的记忆是什么时候呢? 我最早的记忆是看电视剧,做《西游记》的时候 两句寫出的,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咦,真的对了,不过我最早的记忆其实都是这两句 但那时候因为很小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这两句是出自《心经》的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那个《色》是《色》是头上一把刀的那个《色》 觉得是跟男女情爱有关,陷入一个情爱,得到的就是《空》 其实我近年都是有开始抄经的 但是抄经对于我来说,其实有少少是像打坐的 不过就是打坐就是一个,即是说,打坐的通常是透过指或者观 然后去进入一个状态里面 但是抄心经有些不同的就是因为可能我们会牵涉到有动作 有手的动作 但是无论打坐也好,或者是心经也好 其实都是一个过程给我知道自己的状态在哪里 所以有时我抄完一篇经出来之后,我就自己会看一下字连 看一看那个字连跟我平时之前抄的会有什么不同 那里面我觉得也可以反映了很多东西在里面 是的,我会的,我看到 而且会知道自己写不够几句,就想了其他东西 甚至我觉得有时你写一下,开始留意自己的字写得漂亮不漂亮 都是拉走了嘛 是的 那我发现,原来很难的,你什么都不想 只是写是很难的,你选择了两句而已 我还记得我是不是第一次上博士室呢?还是第二次呢? Theresa问我们即是空,她问空是什么 是的 那我当时很想回答 但是我呆了,我想十秒钟是静止了 我说不出任何一句话去描述究竟什么是空 接着Theresa就说,空其实是解释不到的 就是说不到的,她说说不到的 是很难去用语言这样去说的 是的,明白 是的,就是你刚才说的一样东西 是的 就是因为好像刚才你就 我觉得有趣的,有趣就是说 我们都记得识即是空,空即是识 但是当我们知道了心经是一回什么事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有不同在里面找到一些跟自己有关系的东西 而那样东西其实也是反映着很多我们自己 有时可能追求些什么 或者有时对自己怎样跟自己相处 或者希望怎样跟世界相处 那么我想是这些发现 就是如果我希望,当然或者希望作品可以做到 就是说,进来的观众都可以透过这个作品 去发现到他自己多一点 嗯 那我们就希望在剧场见到大家了